金融时报消息 在香山论坛上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向64个国家的代表团保证 中国军队会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 不过在此期间他也发出严正警告说 台湾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一问题上反复挑 占中国的底线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有人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必将坚决采取行动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根刺 但中方这次的强硬语气反映出 两国的紧张军事关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中美之间摩擦频频 过去几个月中 中美武装部队之间的互动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5月美国以中国将南海军事化为由 取消邀请中国军队参加环汉平洋演习 9月华盛顿因解放军某单位 违反美国对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制裁 对该单位进行制裁 中国召回在美参加会议的海军司令 后来中国还拒绝了美舰停靠香港港口的请求 接下来两国之间的年度安全对话被取消 中美军舰在南海差点相撞 这一系列冲撞是中美军事关系的一个缩影 双方都不再引试彼此的对手关系 中国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在香山论坛上指出 在以往的美国战略中 美国对中国的定位是一个有点麻烦的伙伴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 所以今年两国之间已经有很大的麻烦 有外交冲突 有贸易战 以后的冲突还要更多相互较量 但都在利弊底线 美国的看法也大抵如此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遏制中国军队崛起 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重点 五角大楼官员认为中国是需要打击的对象 对中国军事开支增多 全球影响力增强和大规模技术研究担心不已 认为这将弥合中美之间的差距 这种氛围为双方在误解或有意挑衅情况下 为擦枪拙火埋下了伏笔 奥巴马第二任期时 五角大楼曾说 美国与中国的接触重点关注的是合作 但今年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 中国军力报告中提到 双边军事关系的重点是减少风险 在美国国内 很多政策制定专家都认为 事实强国与新锦挑战者之间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 华盛顿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要打击中国的自信 它做出的选择就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 拍美国战舰穿行南海 向中国表示 美国既不承认北京对那里倒交的主权 也反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在那里活动的限制 中国现在的做法是 既能展示自己的实力 又不触发真正的冲突 而对此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就是想办法打击对北京公开施压 不过同时也会努力避免救台湾或南海问题 与北京发生冲突 否则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军事干预 这边可以开心地抓住 吸引力逮据 第5个感觉 东西 这边3个感觉 第7个感觉 第7个感觉 就是